我最近好忙 2019年的1月31号 怎么录那么多啊 的第三支视频 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时间 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时间 然后跟各位讲一个 一个新的东西 这是我生命的一个 很好笑的经历 2019年的1月29号的新主题 孤独是个幻象 孤独是个幻象 我先从我的故事讲起 我以前国中的时候 老是觉得会胃痛 老是胃痛 为什么胃痛呢 其实我后来发现 这是个坏习惯 我常常有时候早上 比如说喝完牛奶 我喝完小时候 我以前国中的时候 要去上课前 或者喝杯咖啡 或者喝个牛奶 然后就坐在门口 就坐在窗口发呆 我妈就会说 啊你怎么发呆啊 快快快要迟到 我怎么快点 咕咕咕咕咕咕 然后我就好像看到一只鸡 在咕咕咕咕咕咕 她说在干嘛 我说 我在等我的胃消化 好然后我妈妈就说 你胃消化他需要等啊 他自己就会消化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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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我就回他一句 万事万物都有他的时间 我妈完全 我妈气死了 怎么时间呢 出门了 知道了 再讲个笑话 好真的 我觉得人啊 在灵性 在成长的过程中 很多人都不懂你 尤其是你的亲人 尤其是你的家人 这么最亲人都不懂你 那其实孤独是个幻想 因为每一个人啊 当我们心里丰盛的时候 孤独感觉就不在了 当你觉得孤独 只是因为你可能不被认同 你活在外面的世界 你被这些负面的 尤其是亲近的人 你觉得不得不被影响 那你就会有这种 这种感觉 好 后来 我圣经里面 昨天啊 我的Nicole 传给我一个 一个讯息 我今天 然后我 其实为什么 我觉得 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共识 因为昨天啊 我才坐在我的窗户前面 发呆看着外面 然后我就想到这一段 我跟我妈的对话 好 现在 我讲出万事万物都有个时间 然后她就说 你真的好有道理哦 很难想象 我妈妈好像是这样回复 然后 我才想完这个故事 Nicole 我的Nicole 我的mentor 她就传了一个讯息给我 耶稣的故事 耶稣那个时候 她就另外一个村子 救人 她就救这个失明的一个人 她摸一摸 她眼睛可以看得到 抓了一把泥巴 说眼睛看得到 缺子能走了 所以她在各个国家 大家都说 哇 这个人 她是带 带未来的讯息 来的 这个人 是有 有让我们的灵魂解放的一个 新的一个 一个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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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先知 讲到Pro 也很奇妙 我爸爸那个时候 帮我申请一个工资 就叫Pro 好奇怪 我那个时候还不懂什么意思 薄飞薄飞 我说难听死 我以前曾经开过 好像一个舞蹈经纪公司 然后后来倒掉了 好 这个也是过去的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印证 很奇怪 这是个我所谓的confirmation 参考我的视频 打confirmation 宇宙来的确认性 王大喜 就可以看到我这篇 视频的记录 去参考 曾经讲过 那 这个时候呢 耶稣去隔壁的村子 后来她妈妈就问她说 你去哪里了 她什么话都没说 她没说 好有的时候 她传给我这个 这个圣经里面 我在直接翻译给大家 她说其实有的时候 你在做很多事的时候 你是不被认同的 就连耶稣也一样 好 因此我们常常人会有一种孤单感 但是这种孤单感 孤单感 它其实是一个能量状态 是一个能量场 好 不用被这种感受所影响 牵着走 让我们活在外面 人家能够限制你 能够控制你 让你越做越不开心的 某一个matrix当中 今天 2019年的1月30号 好的 下一支视频 又是444号 第四支视频 应该是第四支 给大家订阅一下